Hello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Insta360又出新機了 今次又是出ActionCamp 記得2021年就出了Insta360 GO 2 我都放過穿越機上拍過幾次了 來到今年2023年又出一部新的ActionCamp Insta360 GO 3 如果我說它是GO 2的升級版 應該大部分人都會認同 究竟這部GO 3和之前的GO 2有什麼分別呢? 我現在馬上開箱和大家測試一下 出現一下 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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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D D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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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中是64GB版本 好 馬上去 好 看看外形 其實跟GO2就差不多 它現在就有磁石蓋住了 嘩 好輕身 我拿一部GO2出來看看 其實我最想比較一下 兩部拍在一起 好 看看哪一部 GO3是比較肥小一點的 嘩 現在上面和下面 我相信都是一個咪 這個 這裡一樣是可以領開這個濾濾 就是更換一些ND濾濾 其實我玩穿越機很需要有ND濾濾 好 看完鏡頭 我現在看看盒子裡面還有什麼配件 這個是很簡單的User Guide 只是一個 不看著 我立刻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好 這裡有一個官方就命名為Action Port的充電座 以前GO2就是這樣的樣子 現在GO3就變了方一點 以前其實就像Apple的AirPods的耳機一樣 現在就變了方形 就像一個標準的Action Cam 後面這裡有一個Display 應該就是可以拿來給你看看即時畫面的 我看到這裡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應該就是把鏡頭安裝在這裡 方便你自拍的 我稍後充電後就立刻試試它 好 看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鏡頭組 後面有夾 讓你夾在Cab 模上 就做一個相機座的作用 一樣有磁石就可以吸進去的 其實它不會讓你裝錯方向的 因為這樣它有一個 同性相距的作用 很容易移動出來的 只有這一邊才可以吸緊 好 再看看裡面還有什麼 這個是掛頸的磁吸了 以前也有的 現在就可以這樣捲起來 像拉尺一樣 以前就像駝標一樣 現在可以讓你捲起來 容易收納 那我現在先捲起來 我們再看看其他東西 然後還有兩樣配件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讓我看看才立刻 我相信是這樣拾下去的 然後這一邊我看到有兩個勾 也是磁吸的 可以讓你這樣扣緊下去 其實它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車鏡頭 我相信可以當車的鏡頭 那整個套裝就是這麼多東西了 好啦 那我充好電了 這個Action Port 我由沒有電充到100% 是需要65分鐘左右的 而將Go 3 鏡頭 裝在Action Port 充電 充滿100% 只需要35分鐘而已 而續航時間呢 就這樣單獨一隻Go 3 可以最長錄到45分鐘 那如果將Go 3 裝在Action Port 上面一起用呢 那最長可以錄影到170分鐘 這麼久的 好 試一試它 喝開始錄影 然後就讓你繼續啟动 然後做一個自拍的功能 我安裝這個底座 按錄影鍵,開始錄影了 現在用的是2.7K 30格的影像 都很清晰,看到嗎? 好,大家先看看外面風景 不要看我的樣子 看看相機規格 2.7K的影片最大可以拍到每秒60格的影片 35mm鏡頭等候焦距有11.24mm 除了用來拍片之外 還可以用相機拍到以下這四種解像度的相片 我自己都喜歡這個Free Frame的錄影模式 Free Frame模式的好處就是 可以在錄影之後用App 將影片的顯示比例隨意轉換 用了這個功能,只要錄影一次 就可以隨意轉換影片比例 滿足到各個影片分享平台的需求 再加上FlowState防震 和水平修正功能 我就可以很輕鬆地做出一些穩定的 9比16直到片段 上去Instagram Reel 又可以改造16比9的打橫片段 放上去Youtube分享 跟著我又試了循環錄影的功能 就在ActionPort的Display 選擇循環錄影 進去設定影片時間和Resolution 裝上去這個底座 下面有一塊可以重複黏貼的膠貼 我自己就認為這樣貼上去 就穩陣個貼在擋風玻璃上 按錄影鍵,我們開車試一試畫質 循環錄影剛才設定了一分鐘 每一分鐘就會跳到另一個檔案 直至把卡錄滿之後 就會蓋上第一個檔案 眾所周知,ActionCamp 在光線不充足的環境下 都很難拍到一些很漂亮很完美的畫面 但是既然我拍得開箱評測 我覺得都有需要拍給大家看看 在光線不充足的環境之下 Go3 和Go2 究竟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Go3 是略勝一籌 大家認為怎樣呢? 接著試了這個全新的掛頸磁吸 ActionPort這裡有個解鎖 按它就拿一部Go3出來 可以打直磁吸上去 以及打橫吸上去 這樣不是用FreeFree模式 都可以自己決定是拍直倒還是橫倒 掛在鏡子後就放進衣服裡 放心,就算隔著衣服都吸得很緊 我試過用這個相機座 邊踩單車邊拍片 是從未試過脫了一部Camp出來的 接著我再試包裝盒裡面 這個Cat帽的相機夾 這個設計是讓你夾在Cat帽的這裡 夾上去之後 還可以調校角度 這個配件可以給鍾意帶著Cat帽 來做運動的用家 多一個選擇給他們固定 Go3 接著再試試Go3的120架慢動作功能 進去看看 它是叫你將Go3設定90度 來拍16比9的比例 因為它的設定只有9比16 直到的 就利用這個磁吸底座 看它的標誌 向正確的方向裝上去 我們可以打橫自拍桿 又或者 將多角度雲台調教到90度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那現在就拿一部穿越機 首先我就裝個Insta360 GO2上去 飛一轉 然後再用Go3 好了 我按了錄影鍵 看看現場收音有什麼分別 現在是Insta360 GO2的收音 好啦 那現在換了Insta360 GO3下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的收音是有什麼分別 跟這個Go2 好啦 現在起飛了 裝了ActionCamp上去穿越機 上面飛 因為ActionCamp有收音咪 可以錄上這個摩打和螺旋掌轉的聲音 更何況Go3是有兩個收音咪 所以錄出來的聲音就更加清晰了 畫質方面 2.7K出來的成像 其實都不是太過差的 我想看片的這麼多位都很想知道 它跟Go2有什麼分別 那我現在就馬上跳過Go2的畫面 一轉過來Go2這條片 聽到聲音就分別到一個收音咪 和兩個收音咪的分別有多大 而在畫面的影像處理方面 我就覺得Go2出來的顏色 就好像欠缺了一些真實感 尤其是接下來這個光那麼交錯 這個位置 看到Go2由暗轉回光 就好像爆光一樣 處理得比較慢 等我再將兩條片拍在一起 再比較一下 大家就會清楚一點 左邊是Go2 右邊是Go3 看到Go2那邊有少少爆光 右邊Go3是處理得比較快的 而且顏色方面 看到右邊的Go3 是比較自然真實很多 我們就只看下 Insta360 Go3拍出來的穿越機畫面 Go3的相機鏡頭部分 防水等級有IPX8那麼高 所以用來拍水上活動片 絕對不是問題 大家看了10分鐘的測試 如果對這部Insta360 Go3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說明欄裡面 有條連結可以按進去看看 好了 今集和大家測試這部 Insta360 Go3的影片 就到這裡為止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立刻按LIKE 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拍些新東西給大家看 拜拜 先來看 我們在影片下方 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來參考一下